牛肉面一定要加酸菜才过瘾 但是等你看到酸菜是怎么处理的 应该再也不敢吃了 是用小具腻干 然后再拿来炒 就是给粉食用 听到了没 想吐了吧 有民众向苹果投诉 台中一家小有名气的牛肉面店 把装酸菜的塑胶栏放在地上 接下来更噁的是 酸菜上铺一层塑胶袋 员工就直接上去用脚踩 把酸菜瘤干 这家牛肉面店给你吃的 不只是有味道的酸菜 连坏了发霉的豆干还拿去卤 这豆干就是发霉 发霉就是一样 就是把它发霉部分刮掉 然后一样细细细 它表面其实已经是滑滑的 已经有黏黏的那种感觉 再看看厨房 脏乱不开 冷冻库里还有过期食品 这包德国香肠的有效期限是 去年12月21日啊 这个这么高纯的东西 也放在里面可能有好几个月了 其实9月中就有人向台中食药安全处检举 食药处鸡茶时 虽未见到用脚踩 但有发霉豆干及过期香料 实药处已要求限期改善并开罚6万 对于脚踩酸菜 业者是怎么说的呢 另外业者还被控要员工超时工作 且没依法给加班费 劳工局派员检查发现 员工出勤记录不完整 难以追查是否未给加班费 会先开罚2万 动新闻台中报导